好最后带您来关心天气了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受东北风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未来一周东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比较凉 而低温是来到19到22度 阴风面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雨 建议民众要注意保暖了 出门记得攜带一句 9日到14日受东北季风以及东北风影响 会处阴风面的花冬地区 这周都是有雨的不稳定天气形态 9日到11日受东北季风影响 11日到14日则受东北风影响 直到15日东北风减弱 雨势趋缓天气才会稳定 这一周的天气都是受东北风的影响 其中只是强度的差别而已 这一周的天气概况的情形 大概整个天气 因为刚才也说过了 整个受到东北风影响 所以我们东花莲是一个迎风面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都是会下雨的 只有到15号东北风偏弱 然后转成东北东风的时候 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其他大概从9号到14号 基本上都是一个受到迎风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都大概都是一个局部地区 有一些短暂阵的一个情形 雨量看起来不是很多 但是会偏向于说夏了比较久 但是雨量雨势不是很大的一个情形 这周气温方面 9日到10日温度较低 从11日东北风减弱 气温开始逐步回升 建议民众找出晚归 适时增添衣物 攜带雨具 另外9日到12日 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 应尽量避免从事海上活动 记者展望艳华联士报导 就可以了 concentration 小心 危险